大家好 接着聊啊 各位给您请安了 接着聊啊 全世界使用中文的朋友们 现在晚上好啊 现在是 西班牙时间的18点 27分啊 给大家讲这个两个解放军底层军官的 血泪人生 第一个叫江华亭 还是看不清哈 江华亭 在中国人的处世哲学里边 好死不如赖活着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这个话题我也聊过啊 好死不如赖活着 中国人就是 说的难听点啊 苟且偷生 苟且偷安 苟延残喘 尽管延面扫地 什么权力都没有 只要能让他活着 他就能够忍受一切的屈辱 那么这个是我们民族 我之前用过一个词叫任性 任性 就是生命力吧 哎呀 5000年的文明生生不息啊 过去我们受的教育哈 说你看 巴比伦啊 亚述 苏梅尔 你看他们的文明 是吧 都不断的被毁灭啊 说现在伊拉克土地上的人 都不是古代的那些人了 是吧 古埃及也是啊 什么科普特人 是吧 现在呢 努比亚人 现在是阿拉伯人 是吧 然后哎呀 你看我们的文明 从来没有中断过 实际上也不能那么说 是吧 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 清朝是满清人建立的 什么北魏 鲜卑人 对吧 五胡十六国 也不能那么说 是吧 当然 实际上这些胡人 你也 你也可以说 他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如果非要有一个概念 叫中华民族 是吧 这个扯的有点远啊 那么这个原则呢 操作起来往往会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 因为大多数面临好死或者赖活 这种重大抉择的年代 都是洒满血泪的年代 普通人的生存空间集体的狭窄啊 这个往往是既不能好死又不如赖活 我先讲两个故事啊 两个山东籍 普通军官的血泪人生 山东人啊就靠当个兵啊 据说三年内战五分之一的共产党这边的所谓烈士都是山东人啊 国军那边山东的也不少 1989年我在康师傅 康师傅下属的顶好制油 顶好清香油公司 我们的台湾过来的股东 有一个叫 龚先生 龚建三 据说在台湾国军里是个将军 后来移民到美国 龚先生就是山东人 原来就是国军的 他说他比较怕陈庚的部队 说陈庚的部队用炮用的比较好 这个炮兵比较厉害啊 那么我们先说一个快意恩仇的叛徒的故事啊 这个人叫江华庭 江 江子牙的江 中华的华 庭台楼阁的庭 是1956年入藏的 进入西藏的 一个解放军的第一层的炮兵官员 单从个人的履历来看啊 说他又红又专 没有丝毫的疑问 念过书 17岁开始 就在山东来阳老家 参加八路军下属的儿童团闹革命 啊 要说到这儿 来阳我去过 来阳有个镇叫江个庄 叫谭个庄 在北部挨着朝远 我到那边 就是考察过苹果啊 想跟他们做生意 但是那哥们要骗我 他跟当地人说 俺要拔 俺要扒 他要扒我的皮 让我听懂了 他毕竟是北方话 是吧 还是好懂 他抗战之后啊 加入解放军啊 一路履历战功 1948年作为后辈干部 被送入军政大学学习 专攻炮兵 既有实战经验 又有专业素养 这么一个天生的专政工具 结果自个家里 却首先遭遇了专政 江华亭的父亲 解放前是负责征粮的 国共内战双方 打得不可开交 共产党撤退的时候 命令他隐瞒粮食 但后来国民党攻占来养 老江头觉得瞒不住 害怕了 就把这批粮食交给了国民党 结果 后来共产党杀回来 秋后算账 召开批斗大会 抽掉老江头两根肋骨 把这两根肋骨活活给抽出来 太残忍了吧 太没有底线了 活活给打死了 说到这儿啊 共产党搞土改 为什么有412反革命政变 所谓的啊 412事变 就是因为国军里边的军官 都是地主的吧 不能说都是 大部分是地主赴农 来自农村或者城市 比较富裕家庭的 为什么蒋介石要发动412呢 就是因为这些大部分军官的家里 都被毛泽东搞的农民运动 家里边的地都给分掉了 那些福财金银珠宝 包括房屋都不保 这些人如果蒋介石再不发动412 再不搞所谓的清党 那么这些军队就要滑变 就要造反 可能连蒋介石都要杀 是吧一个统帅必须顺应 手下军官 手下的主流民意 这是412发生的根本原因 而且其实你看那老头 他也没办法呀 对吧 你不给 你有招吗 对不对 两边都拿着枪呢 对不对 都是队伍 你惹不起 结果把命都送了 这个江华庭在前线啊 流血卖命 老爸却在后方被专政 更要命的是 这事由于地方上的刻意隐瞒 江华庭是4年后 才从亲戚口中得知 还没跟他说瞒着啊 各种的悲愤可想而知了 那么江华庭毕竟是在 旧学堂念过书的人 传统的人伦理念尚未泯灭 悲愤难平 但也只能隐忍不发 但是不敢有任何的表现出来 否则小命不保啊 当时西藏的形势日趋紧张 嘎下政府与解放军之间 剑拔弩张 开战在即 江华庭有心思辨 于是报名入藏 1958年反右之风 反右啊 57年反右 58年反右之风 刮到了部队 在之前的大鸣大放中憋不住 提了很多意见的 江华庭面临被批斗的困境 加上他和当地藏族姑娘的私通 被人抓住把柄 你像在边疆地区啊 蒙古族啊 藏族啊 维吾尔族啊 很多少数民族 他们相对来说 表达感情的方式比较直接 也比较的热烈 比较开放 不像汉人 汉人比较性压抑 是吧 汉人是比较的 人格是分裂的扭曲的 少数民族我喜欢你 可能他又是个军官 风流梯淌 是吧 喜欢他呗 结局已经可以看见了 可以看见了啊 马上就要动他了 就要弄他了 就要收拾他了 当年的三月 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以演习之名 擅自调动部队 自己则化妆单独出逃 投奔藏军 估计是那女的 那个姑娘 藏族姑娘 给他做内应了啊 当时的藏军 还未公开决裂 所以不敢收留他 把他辗转送到了一支 叫做四水六岗 魏藏魏教军的叛军手中 什么叫四水六岗啊 四水六岗就是大藏区 大藏区有四条大河 有六座大山 指的就是藏区 这四条水 我看看啊 我猜猜啊 有黄河 有长江 有蓝沧江 是吧 然后有雅鲁藏布江 是吧 雅鲁藏布江 从西藏到藏南 到印度 到孟加拉 入海 就是布拉玛 普特拉河 蓝沧江 离开中国之后 是不是就是湄公河呀 对吧 这是四水六岗 有唐古拉山 念青唐古拉山 巴延喀拉山 有这个横断山 有喜马拉雅山 还有哪个山 我说出来五个不一定对啊 哈哈哈哈 四水六岗 是藏区的贩旨 这支叛军 其实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 康巴游击队 对吧 藏族分 这个嘉荣藏族 白马藏族 康巴藏族 啊 等等等等啊 有很多分支 这支游击队呢 虽然得到了美帝 和嘎夏政府的支持 但多数是地方武装牧民的临时纠合啊 那时候在西藏整个藏区的牧民是有枪的 为什么会有这支游击队 是因为在藏区实行了土改 在农区 比如说就是地主赴农啊 在牧区就是赴牧中牧啊 都要收拾你把你的财产分掉 凭什么我们家的粮食 我们家的财产 我们家的牛羊 凭什么 对吧 不凭什么 老子有枪 对吧 当时是这样 土改呢 因为西藏被分割了 是吧 西藏自治区是一块 然后当时还有个西康省 就是今天的四川的西部 当然西康省有一部分是今天的 西藏的纳曲一带 当时有这么一个省 当时候来西康省没有了 就是四川 有甘孜 阿坝 青海的大部分 还有甘肃的叫林夏吧 还有叫林夏还是叫甘南 甘南 还有云南的狄庆 这些地方都实行土改了 他虽然是藏区 但是他不是西藏自治区 所以也搞土改 这些人被收拾的这些人 中上层 他们的财产被剥夺 他们的地位受到打压 他们就搞起武装 就是所谓的叛乱 这就是这个叫四水六港 他们没地儿逃啊 逃哪儿啊 逃西藏 逃拉萨 投奔达赖 是这个情况 他刚才文章这里边说的 所谓的藏军 就是西藏的达赖 直接管辖的 西藏的正规的地方军 这四水六港 是从其他省的藏区逃过来的游击队 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吧 先聊到这儿啊 谢谢大家 对呀 谢谢大家